在祖国七十华弹的大阅兵中 中国导弹打击力量再次刷新了世人的眼球 东风四十一圈粉巫术 东风时期证明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已服役 中国的武器装备经过一次次的进化和升级 早已震慑各国 其中还有一款被誉为大国利剑的超级杀器 它就是东风五臂洲际导弹 英国检视导弹与火箭杂志中报道 东风五导弹全程32.6米 弹径3.35米 起飞重量183吨 采用二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程为12000公里到15000公里 真正实现了全球覆盖的能力 它可携带一枚3000公斤 威力为300至4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或4至6枚分导核弹头 命中精度控制在500至2000米内 早在几年前 东风五臂就曾经实施过一次 分弹头发射任务 此次发射弹着点散步直径达数百公里 该导弹可在5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 实现指哪打哪 而在此前全球尚无此先例 东风五臂的弹头的体积显得更粗壮一些 但有关阅兵式报道的解说词中 明确指出 东风五臂是分导式多弹头洲际战略核导弹 外媒还别有用心的指出 东风五臂是中国目前唯一一种射程能够覆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导弹 而且现今全球没有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有效举击它 不但如此 西方舆论还揣测称 东风五臂是中国唯一仍在服役的液体燃料战略导弹 它很可能是目前中国洲际弹道导弹中威力最大 突防能力最强的 外界舆论干脆把它称为中国核武库中的压仓石 如果东风五臂携带了一枚4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 在一个大城市上空突然炸响 会产生多大的杀伤力 在爆炸的一瞬间 中心爆炸点剧烈的高温 会让火球内部的一切东西全部蒸发掉 这里的人会瞬间消失 另外 如果火球接触到地面 则会激起大量的辐射尘埃 这些尘埃会随着蘑菇云被卷入高空 这必然会导致后期有大量的人死于严重的核污染 第二层会有一圈核辐射 辐射剂量至少会有500雷亩 这可是人体在一年内能够承受最高剂量的1000倍 无数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射线会瞬间穿透人体 对细胞造成致命的伤害 由于距离爆炸中心非常近 就算没有核辐射 也会被热辐射瞬间烧死 或者被冲击波直接秒杀掉 所以死亡率基本是百分之百 第三层是核爆之后被严重破坏的范围 半径大约4.48公里 在爆炸的一刹那 无敌的冲击波会让这个范围内的所有混凝土建立 瞬间变为一堆残渣 在如此猛烈的冲击力下 肉体恐怕早已被炸得粉碎 当然还有第四层第五层 边缘距离大约有34.4公里 以上数据就是东风舞弊 400万吨当量的杀伤力 它的有效破坏面积总有3700平方公里 当然 如果再加上后期核污染所带来的伤害 那么一个超大的城市就彻底废了 死亡人数也必将超乎想象 我们接着说 如果东风舞弊携带着六枚分岛式核弹头 以批发的方式给对手来个遍地开花 会怎么样呢 它的有效杀伤半径可达17公里 毁灭面积至少有930多平方公里 这样的杀伤范围 足以让万里之外的六座大城市瞬间灰飞烟灭 事实上 关于东风舞弊的具体参数一直都是个谜团 外界也只是大概猜测 总之 东风舞弊绝对是令他国十分忌惮的超级核导弹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重型大杀器的威慑 别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或许 它永远也不会离开发射机 因为 它一旦飞入苍穹之处 必然是一番毁天灭地的恐怖景象 宝宝 欢喝 油 宝宝 保存 优优 宝宝 感谢观看